你见过怀孕15次的女人吗 41岁的乌甘达妈妈 被誉为世界上生育能力最强的女性 生下了44个孩子 你敢相信吗 她增生下双胞胎4次 三胞胎5次 四胞胎5次 最后一次是单胎 当她生下最后一个孩子时 她只有36岁 当这名博主找到这位妈妈时 她正在洗衣服 据眼前的母亲表示 她3岁就被自己的母亲抛弃 12岁被卖给比自己大的男人后 在这个成长的期间 她一共被迫生育了15次 在此期间 她曾失去了自己的六个孩子 事实上乌甘达妈妈 家中的环境并不是很好 她的丈夫因赌博卖掉了他们住的房子 并把所有值钱的东西给卖掉了 最后抛弃他们离开了 但尽管经历了这些意外 乌甘达妈妈并没有抛弃这些孩子 在这个小小的房子里 同时住了几十个人 在这些孩子中 最小的才5岁 最大的已经有25岁 为什么乌甘达妈妈可以多次怀度胞胎 实际上是乌甘达妈妈 有一种排卵过多的遗传倾想 这也是她大大增加生多胞胎的原因 当博主问乌甘达妈妈 记得自己所有孩子的名字吗 她说自己的孩子实在太多了 为了谋生 乌甘达妈妈做了很多工作 并给予他们最好的教育 那么你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